在我身后呢 有一座巨大的石刻 这个石刻上面呢 刻着我们的八一军威 以及战士第二故乡六个字 而且我们的首岛官兵 好像出事了 哎 班长 什么情况 我们刚才在拍摄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了一段 很紧急的哨声 我看到这个好多的官兵们 已经开始往综合楼里走了 其实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因为我已经看到 有这个持枪的官兵呢 往草长上去集合了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紧急集合 记住 记住 快点 有 百万 快点 快 马去 各就各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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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二 四 赢区里面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那么这个急促的哨声 到底代表什么呢 情况呢 我了解了一下 刚才的哨声代表的是 一进入最高级别的战斗状态 也就是说是实战的状态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到他们的值班站位上 去看一看 去了解一下 此时 战备值班势力 已经是紧张的实战状态 今天来清理海区报告参与情况 准备 标签员 走 标卫上去 准备 海军雷大兵 主要负责监控海面 以及空中的情况 不间断的探测 跟踪和识别目标 是捍卫我国海疆主权的重要手段 那么这次紧急集合的原因是什么呢 报告站长 接受到命令 明白 因为站长可能是在我们准备好之后打响 也有可能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响 那我们官兵呢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要看大家在这个比较松懈的情况下 我们的指挥员能不能快速的 把一支有作战力量的队伍组织起